那么逊座的,所以你要选多少feature都可以,你就可以把你想到的,觉得可能跟判断一个玩家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,有关的各种feature,统统把它加进去。 举例来说,你可以说一个玩家,他按STAR这个键的比例,可能代表了他是正常的玩家还是异常的玩家,因为传说有一批troll,有一批小白,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按STAR键, 然后你就不断的打开道具栏,让你什么时候没办法做,然后呢,有一批,然后举例来说,你可以说统计某一个玩家在过去某一段时间,比如说过去30秒之内,他的选择的行为,如果跟其他人都一样,跟多数人都一样,代表他是跟大家想法比较一致的玩家, 那这个他有多少百分比,他的行为,他的决策跟其他人一样,那这显然也是一个好的指标,判断说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玩家。 或者假设某一个玩家,他选的行为都跟别人最不一样,那这个也是一个指标,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玩家,他有多喜欢跟别人唱反调。 好,那有了这些资料以后呢,你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自己的MuleStar跟SignwaterStar,然后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玩家,然后带进去这个方式,就可以看说这个玩家算出来的分数有多高。 那我这边会取一个log,因为一般说你算出来的分数都非常非常小,非常非常小,所以我们会取一个log。 好,那现在假设输入的这个玩家呢,他是他有这个10%说垃圾话,90%在无政府状态发言,10%暗示大线,然后他总是跟大家一样,那从来不跟大家唱反调的话。 那这个时候算出来的来,这后呢,是-16。那假设有一个人呢,他其他部分都跟第一个玩家一样,但是他从来不跟大家一样,然后有30%的时候呢,再跟大家唱反调的话,那显然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,因为唱反调是比较奇怪的行为,通常大家的行为都差不多,所以今天你按的button跟别人都很不一样的话,显然是比较奇怪的。 那这个时候,他算出来的分数就在稍微,在更低点是-22。 不过今天一个有趣的事情是,假设我创造一个玩家,这第三个玩家跟第一个玩家,他们在前三围是一样的,不一样的只有第四围,第五围是一样的,不一样的只有第四围,他只有70%的几率跟大家一样。 第一个玩家,他有100%都跟所有人一样,他只有70%跟大家一样,但是算出来呢,他的分数其实是更高的,是高打负二。 我自己指引一下,他这样也是正常的,因为一种不可能永远都跟别人一样。所以在训练资料里面,在我们看过玩家的资料里面,很少很少有人,他总是跟别人的决定完全一模一样。 所以假设有一个玩家,他的决策永远都跟别人一模一样,他反而是一个奇妙的异常玩家。如果你今天有时候跟别人不一样,反而看起来比较真实,你根据这个模型算出来的分数,反而是比较高的,反而比较容易被判断成一个正常的玩家。 好,那这边呢,是用一个这个generative model,用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,来做异常侦测这件事情。那其实有其他的方法,举于来说,你可以有 deep learning based 的方法,你可以训练一个 autoencoder,来做这件事。 那我们其实在这场团队,我们还没有讲过autoencoder,所以这边呢,我们就当作是范围外的东西,很快的看过去。所以autoencoder,意思是什么呢?在之后的影片里面,我们会再看到autoencoder这个东西。 autoencoder做的事情就是,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训练资料都拿来,然后我们训练一个encoder。encoder做的事情是把你输进去的图片,就假设我们现在回到辛普森那个例子,我们现在收集一大堆辛普森的图片,那encoder做的事情,就是把一张图片呢,变成一个code,变成一个向量。 然后decoder做的事情,就是把这个向量,借回原来的图片。在训练的时候,encoder跟decoder,他们是同时一起训练的,他们训练的目标,就是希望输入跟输出。 越向越好,越接近越好。你是这样训练你的autoencoder的。然后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啊,你就把一张图片呢,丢进去你的autoencoder。 丢进你的encoder,这样decoder,还原原来的图片。那如果这张图片它是一个正常的图片,那你就会发现说呢,它被还原的比例,它很容易被还原回来。 你还原回来的图片,会跟原来非常的接近。因为今天这个autoencoder在训练的时候,它看过的都是新普生的图片。 它特别擅长还原新普生的图片。但如果今天你给它看到的是一个异常的东西,它通过encoder变成code,再通过decoder解回来以后, 你会发现decoder无法解回来的图片。解回来的结果,跟输入的图片差非常的多。这个时候,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异常的图片。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还原的还原度,还原度越低,就代表说呢,越有可能是异常的图片。 那我这就很快的带过。那其实其他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,也有做anonymy detection 的方法。 刚才举的是deep learning 的例子。那在SVM,这样的这系列技术里面,有一招叫做one class SVM。 它只需要正常的data,就可以训练一个SVM,让你分类正常的data跟异常的data。 或者是说在random forest,我知道大家很常用random forest,在这种forest-based,在decision tree-based的方法里面, 有一招叫做isolated forest,它跟one class SVM做的事很像。 给它正常的资料,可以训练出一个模型,告诉你说异常的资料,长什么样子。 好,那这个呢,就是今天大概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 那我们就讲时间拖有点久,我们就赶快请助教来讲一下这个作业二。 好,谢谢,谢谢。